杰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玩笑》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米兰·昆德拉无疑是二十世纪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她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生活在别处》 《笑望路》等作品成为流行语的来源 她对自己的作品这样评价 我的每一本小说都可以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或玩笑或好笑的爱 文字是可以倒换的 在这些主题之外 我没什么可说,也没什么可写的 米兰·昆德拉1929年出生于杰克·斯洛伐克 1975年被迫流亡到法国 死后在法国定居 1979年,米兰·昆德拉被杰克剥夺了公民身份 而她则在熟练掌握法语后 开始用法语写作 在之后的一系列采访中 昆德拉都自称是法国作家 说自己的作品是法国文学 米兰·昆德拉几部重要的作品 《不能承受生命之轻》 《笑望路》等都是在法国出版 米兰·昆德拉这一阶段从未在杰克·斯洛伐克翻译出版 昆德拉的父亲是一名音乐教授 因此,米兰·昆德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他受父亲的影响,年幼时开始学习钢琴 十三四岁的时候,米兰·昆德拉是从当时杰克知名的作曲家之一的 保尔·哈斯学习作曲 1947年,18岁的昆德拉加入杰克共产党 19岁,考上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 作为哲学系的学生 昆德拉却酷爱音乐和诗歌 经常跑到隔壁班上音乐课 经常逃课去听写诗歌,看电影 之后,昆德拉如愿考上布拉格电影学院 毕业后留校当了老师,教授世界文学 在任教期间,昆德拉开始阅读大量文学创作理论 并完成自大学时代开始创作的《小说的艺术》一书 该书于1960年出版 1964年获得杰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奖 1967年,米兰·昆德拉出版长篇小说《玩笑》 在杰克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在一次作家协会上 作为共产党员的昆德拉呼吁作家 不要忘记自己的义务 要使杰克文学变成真正伟大的文学 而不是屈服于庸俗趣味 应该永远对杰克民族的存亡负责任 昆德拉的发言引发参会作家的共鸣 但引起了当局的强烈不满 之后昆德拉被当作对立思想路线的主要策划分子 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968年苏联占领杰克斯洛伐克后 昆德拉被开除党籍 解除电院学院的教职工作 同时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 但是他却从未停止过写作 1969至1973年间 他创作了长篇小说 《生活在别处》和《告别原舞曲》 剧本《雅克和他的主人》 1973年 《生活在别处》在巴黎出版 获得法国美利奇外国小说奖 之后 米兰·昆德拉受到法国雷恩大学的邀请 1975年 昆德拉带着妻子和几项书 离开了杰克斯洛伐克 从此定居法国的昆德拉 成为法国最受人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也都是先在法国畅销后 才被世界文坛所关注 1979年发表的《孝望录》 是米兰·昆德拉的代表作之一 1984年 昆德拉发表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是其一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 1990年发表的《不朽》 是他最后一部用杰克语所写的作品 1975年 米兰·昆德拉到法国时46岁 已年近半百 此后他用近十年的时间学习和掌握法语 1985年开始 又花了两三年的时间 把自己的节语作品译成法语 他宣称这些法译文同原作一样 到法国18年后 也就是从1996年起 昆德拉开始尝试改用法语写作 相继出版 缓慢 身份等作品 2014年 昆德拉的作品入选七星文库 七星文库 是法国加利马出版社专门做的精装全集 是法国人眼中最具权威的精装系列书籍 因此入选七星文库是对一个作家文学创作的特别肯定 这项荣誉如同丰盛 2019年12月3号 90岁高龄的老作家昆德拉 在被剥夺捷克公民权利40年后 恢复捷克国籍 自1986年以来 米兰·昆德拉被多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同村上春树一样 是获奖的热门人选 尽管至今诺奖仍未授予他 但米兰·昆德拉在小说创作上的成就 使他在二十世纪小说史上 占有重要的地位 米兰·昆德拉把自己称为小说家 而不是作家 说是因为在他看来 小说家与作家是不同的 作家在作品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但小说家并不在作品中 确定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小说中所体现的是一种不确定的智慧 由于米兰·昆德拉作品的畅销 让读者对他的人生经历不免产生好奇 昆德拉认为小说家应该是 消失在作品背后的人 他在自己的作品 小说的艺术中表达这样的观点 小说家一旦扮演公众人物的角色 就使他的作品处于危险的境地 因为他可能被视为他的行为 他的宣言 他采取立场的附庸 昆德拉是一个刻意在读者面前 引去自己生活的作家 因为在他看来 一个作家 一个小说家 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作品的本身 捷克·斯洛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产物 因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捷克·斯洛伐克受苏联影响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离开捷克被剥夺捷克公民身份后的 米兰·昆德拉 其本人并不愿意承认 他的捷克人身份 米兰·昆德拉同他重要的作品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的 萨比纳一样 不希望被人贴上政治的标签 同时也表明 他对欧洲文学的亲近与敬仰 如今 昆德拉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 在全球出版发行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被改编为电影《布拉格之列》 同时还被评为 1988年的美国十佳影片之一 荣获嘎那电影奖 米兰·昆德拉的作品 进入中国 是在20世纪的80年代 到了90年代 昆德拉但凡有星座推出 中国的翻译出版界 均同步翻译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美国华裔学者李欧凡 将昆德拉的作品介绍到中国 其理由是 昆德拉的作品 能给读者这样的启发 写作时 作家应该投入 但也同时必须保持 艺术上的距离 没有距离感 是无法做深入的嘲讽的 这是昆德拉作品 对我们的启示 2002年上海艺文出版社翻译 出版昆德拉的作品 有13部之多 他的作品 以轻松 独特的写法 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受到世界广大读者的喜爱 引起中国读者的关注和研究 本期共读的小说 《玩笑》 发表于1967年 是他在捷克时的成名作 后来被捷克政府列为定书 据说在1980年 某电台的小说创作研讨会中 有人谈到《玩笑》一书 说这部小说是 对斯大林主义的有力控诉 昆德拉马上接话说 请别用你们的斯大林主义 违反我了 《玩笑》是一本爱情小说 《玩笑》是昆德拉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 故事的背景 依然是他熟悉 但又不愿再提及的 六十年代捷克政治风云 来临前夕的时代 这本书的发表 奠定了昆德拉的文学地位 故事是由一个玩笑 引发的个人悲剧 小说讲述的大学生 路德维克 因为不愿意女朋友 马开塔参加熟悉政治学习 利用一张明信片 开了个自以为是的小玩笑 但这个玩笑 却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 开启了他的悲剧人生 在玩笑中 昆德拉开启他的政治思考 在时代的洪流中 政治带来的个人创伤 是不能幸免的 我将和大家一起走进 一个因玩笑而引发的故事 感悟昆德拉故事中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是如何掌握不确定的智慧 我们了解到 米兰昆德拉的人生历程 以及他小说的创作理念 在玩笑中 昆德拉采用内心独白的写作方式 来呈现每一个主人公的声音 并以此传达他们所认识的自己 以及在别人的部分里 让读者能看到每个不同的他们 昆德拉认为 每一部好的小说都在告诉你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我们一起走进主人公路德维克 以及因一张明星片上不合时宜的玩笑 而引发的人生悲剧故事 15年后 路德维克回到故乡 摩拉维亚 一切都已物是人非 站在市中心的广场上 路德维克像个陌生路人一样 没有任何的激动之情 离开故乡的这么多年里 路德维克从未想过回来 他对自己说 这里的一切对他而言毫不相干 15年来 他一直在外面 仅有的几个老熟人 同学 也都是他不愿意再见到的人 他的母亲被葬在外人家的墓地 不由他照管 说个不相干 是路德维克自欺欺人的说法 其实 深层次原因是恨 至于为什么恨这个城市 路德维克说不出一个 能够让别人相信的理由 在这座城市里 有过他曾经美好或糟糕的记忆 对这座城市 他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怨对 这次回来 路德维克其实是为了复仇 报复15年前 对他落井下石的同学 泽玛内克 路德维克闲逛到摩拉瓦河桥上时 看到摩拉瓦河水 已经变成了褐色 河岸上 房子也是七零八落 给人一种落败萧条感 这样的景象 触发了深埋在路德维克心底的记忆 荒季的田野 工厂的院子 仓库 浑浊的河水 还有无处不在的 让人感觉透骨的寒气 同眼前景色融为了一体 此时的路德维克明白了 他永远都无法摆脱这些记忆 他已被困在记忆的围城之中 导致他生活发生重大变故的事情 如今路德维克 已经可以用一种 轻松和调侃的语气来讲述 事情坏就坏在 他爱开玩笑这个癖好上 也怪马凯塔不懂玩笑到 不开窍的地步 事情发生在1948年 路德维克当时正在上大二 马凯塔是小他一届的大一学生 19岁的马凯塔 聪明漂亮 心里人人都喜欢他 很多男生都想讨他的欢心 20岁的路德维克为了引起马凯塔的注意 经常温和地拿他开玩笑 而马凯塔是个无论什么事情都较真的女生 笃性一切就是他的最大优点 因此 幽默对马凯塔来说 是非常不搭 也同当时严肃的时代精神 是格格不入的 那个时候的路德维克 还是少年不时愁滋味的年纪 当时社会环境有一个特点 极为刻板严肃 这种严肃并不带阴沉的色彩 而是有着一幅笑呵呵的外表 那时快乐是不容许取笑和嘲讽的 是一种严肃的欢欣鼓舞 被豪迈地称为胜利阶级的历史性乐观主义 在一种凛然的苦行主义下 兴高采烈就是快乐 路德维克记得大学里 他们被分成学习小组 经常开会 全体成员之间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这个基础上 对他人进行评议 并做个人鉴定 那时候路德维克和当时很多导员一样 在学生会担任要职 同时还身兼多职 他的成绩也不差 所以对于他的鉴定一向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对他能干 勤奋 对国家忠诚和工作积极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 给予好评之后 很多人都会加上一句 个性中有个人主义残余 有几次路德维克对指责他个人主义的批评 提出了反对 要求学习组的同志拿出证据来 于是 学习组的同志认定他的举动和笑容 有一股知识分子的味道 众所周知 在那个时代 知识分子是个贬义词 路德维克不得不接受同志们的意见 他明白自己不可能狂妄到大家全错的地步 也不可能认为革命本身 时代精神会错 而他个人倒是正确的 路德维克开始对自己的笑容有所收敛 但同时他内心却产生一道裂痕 路德维克将自己分成一个本色的我 和另外一个按时代要求想成为的我 将自己变成一个多面孔的人 原本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路德维克 在放假前一个月 为了引起马开塔的注意 装出一副老成的样子 好像他经验丰富 且思想成熟 对任何事情都持客观的态度 居高临下看世界 装出一副让人捉摸不透的样子 路德维克以为 玩笑能够表明客观的距离 所以在马开塔面前 特别卖力地说一些玩笑 在大小会上 路德维克表现得 庄重 热情和坚定 和亲密的伙伴在一起 表现得爱笑爱闹 对马开塔喜欢冷嘲热讽 竭尽挖苦之能事 但在独自一人想念马开塔时 路德维克却像中学生一样 显得烦躁不安 没有主意 路德维克认为 自己之所以有这种面孔 是因为当时自己还年轻 不知道自己将来 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也不知道该成为 怎样的一个人 坠入情网的路德维克 在爱情面前 因为缺乏自信 于是路德维克选择在 马开塔面前 显示出自己高人一筹的办法 事事从他相左 对马开塔的一切意见 都加以嘲弄 马开塔虽然聪明 却是个心思单纯的姑娘 对于路德维克这种 以挑衅的方式 吸引他注意的行为 没有察觉 只是停留在 就是论事的层面 他虽然悟性极好 对学习小组的打趣上 却不开窍 在当时的各种狂热氛围下 他对于 只要目的正确 可以采用一切手段 格言指导下的 政治活动的理解力 就像对伙伴的打趣一样 卡壳 因此 同志们认为 应该让他对革命运动的 战略和战术意义 有进一步的认识 从而 激发他更大的热情 同志们决定 让他在暑假期间 参加围棋两周的 党课培训班 对于同志们的这个决定 路德维克感到很失落 他原本想利用 暑假的两周 好好在布拉格 陪马凯塔度过 加深两人的关系 而马凯塔本人 一点不为暑假 要去培训感到着急 还当着路德维克的面 说很高兴能去培训 这让路德维克 很是生气 之后 他收到马凯塔 从培训班寄来的一封信 信上说 凡他所经历的一切 他都高兴得大家渲染 无论是一刻钟的早操 还是听报告 讨论 唱歌 样样都能使他开心 在那里 洋溢着健康的精神 这封十分符合 马凯塔个性的信 但这也使得 路德维克感到烦恼不堪 为了让马凯塔 跟他一样难受 路德维克买了明信片 以他一贯的幽默方式 对马凯塔观点 进行捉弄一番 他提笔写下了 乐观主义 是人民的鸦片 健康精神 是冒傻气 脱落慈基万岁 路德维克 中年的路德维克 回想起对马凯塔的爱情 总会感慨 爱情和心理和生理机制 非常复杂 在一生的某个时期 年轻的小伙子 全身心陷入对爱情的追求 反倒把心爱的女孩弄丢了 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 是路德维克悲剧人生的源头 九月开学后 他接到党委书记处的电话 三位同志开始了对他的审问 并且解除了学生会的职务 路德维克去找泽马内克 因为他既认识马凯塔 也认识他 且泽马内克 还将是下一届的党组织主席 路德维克认为 他一定理解 自己给马凯塔寄出的明星片 只是一个恶作剧 泽马内克仔细听完 路德维克的情况后 皱着眉头说了句 他会考虑的 之后就离开了 此后 路德维克的日子变得非常难挨 经常被叫到各级党委谈话 党委同志们极力想确认 路德维克是某个脱派的分子 实际上 路德维克连什么是 脱洛茨基主义都不了解 最后 在戏里的全体大会上 泽马内克提了一份 对路德维克错误的处理报告 以组织的名义 将路德维克开除了党 在路德维克做了自我批评后的讨论会上 全体与会者举手表示同意 不断将路德维克开除出党 同时还勒令他退学 取消学籍后的路德维克被征召服兵役 先是去修铁路 之后被召到军需厂做季节工 最后在秋天的早晨 被发配到俄斯特拉法一个无名小镇的军营历 每天起床后 路德维克出发到矿下 为了迫使他们忘记自己的个性 况上硬性规定 让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中 这实在毫无人性可言 最让路德维克感到寒心的是 法定两年的服役时间 可能还会被延长 用一句话来总结 路德维克生活的整个进程 本来充满了意义 现在一切都完了 留给他的 只有毫无意义可言的悠悠时光 任何人都无力挽回 自己铸就的过失 但一切过失都将被遗忘 服役结束回到布拉格开始新的生活之后 不愿遗忘过去的路德维克 开始自己的报复计划 报复的对象是 仇人泽玛内克的妻子 埃莱娜 让路德维克受苦的是泽玛内克 为什么却要报复他的妻子呢 路德维克认为他服兵役的日子 经历的是一个休止节拍 这个节拍一停就是15年 服役结束 回到布拉格的路德维克 回到学校完成了学业 随后进入一所研究机关工作 一次偶然的机会 路德维克在单位遇到电台记者 埃莱娜 当他得知 他的丈夫正是当年迫害 他的党组织主席泽玛内克时 他便开始了对他的复仇计划 埃莱娜清楚地知道 丈夫泽玛内克出轨 他们的婚姻几年前 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们女儿兹德纳已经12岁了 相比母亲埃莱娜 他更喜欢跟父亲泽玛内克在一起 因为泽玛内克是女儿 兹德纳的第一个男性偶像 而且泽玛内克非常懂得 怎么和女人相处 这里说的女人除了他的情人之外 也包括他的妻子埃莱娜和女儿兹德纳 这星期泽玛内克对妻子埃莱娜 如同从前一样 他出门前拍拍妻子的脸 对天发誓说 等他从布拉迪斯拉发回来后 到摩拉维亚去接她 埃莱娜看出 泽玛内克是想找她好好谈一谈 这让她感到不安 而路德维克的出现 让埃莱娜感到自己 似乎又遇到了爱情 为了勾引埃莱娜 路德维克给埃莱娜留下的印象 是一个平易单纯且心思清澈见底的人 让埃莱娜觉得跟她在一起时 不需要改变她的理想兴趣和爱好 对于泽玛内克 埃莱娜一直无法将她从心底抹掉 即使现在 她已经使她感到痛苦 不再爱她 因为她是埃莱娜的青春 布拉格学院大学生宿舍 夫妻克歌舞团 如今再也没有人能够懂得 这一切对于埃莱娜来说 意味着什么 起初 埃莱娜在歌舞团认识了泽玛内克 那时候 她是男高音 她是女次低音 两人一起参加了上百次的音乐会和文艺演出 唱苏联歌曲 捷克的政治歌曲和民间歌曲 埃莱娜跟泽玛内克在一起 说起来像是一个别角的小说 那年的解放节 在布拉格老城广场上 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 埃莱娜所在的歌舞团出席了 在一片人海中 泽玛内克正好站在埃莱娜身边 埃莱娜听到 泽玛内克在暴风雨中 大声地独自唱歌 唱的是节目单上的 一首意大利革命歌曲 这首歌当时非常流行 歌词有这样几句 前进吧 人民 高举红旗 泽玛内克就是这样 一个不按常理出拍的人 他总是想要去打动人家的心 在布拉格的广场上 泽玛内克给一个工人出身的 意大利领导 陶里亚地 唱了一支 意大利革命歌曲 以这样的方式来致敬 泽玛内克不仅出了风头 还吸引了周围群众 加入到他们的现唱队伍中 在这种激动又狂热的情绪中 艾莱娜拽住了泽玛内克的手 两人紧紧地将手握在一起 直到大会结束 两人也没有分手 就这样 他们手拉着手 在到处都是鲜花的布拉格街头 逛了好几个钟头 艾莱娜认为 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 七年后 他们的女儿 资德纳五岁时 泽玛内克对艾莱娜说 我们结婚并不是出于爱情 而是出于党的纪律 这样的话 让艾莱娜感到寒心 她认为泽玛内克 是因为爱她才娶她 变心是后来发生的事情 他们结婚的时候 全歌舞团的人 都为他们祝福 热闹了一天一夜 艾莱娜对泽玛内克说 如果有一天 我们相互背叛 就是背叛参加婚礼的所有人 背叛老城广场上的集会 背叛阿里亚地 最后 这场婚姻 还是被彼此背叛了 但这说起来 却让艾莱娜感到发笑 艾莱娜开始琢磨明天穿什么 路德维克已经提前到达摩拉维亚 明天会在下车地方接她 艾莱娜同路德维克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路德维克精心设计好的 从一开始 路德维克就像一个导演一样 处心积虑安排好她的复仇计划 路德维克十分当心 对自己的言辞和同艾莱娜相处的房间 都做了仔细的考虑 路德维克害怕因为自己的不周到 错过这个送上门的机会 对于这个机会 路德维克寄予了极大希望 并不是因为艾莱娜年轻 漂亮或讨人喜欢 唯一的原因只是因为 她的丈夫泽马内克 是她所痛恨的人 本来路德维克非常不喜欢记者 当研究所有人通知她 有一个姓泽马内克的女同志 从电台过来要见她 路德维克需要负责 给艾莱娜提供 他们所进行的研究的资料 当听到这个名字时 路德维克就想到老同学 路德维克并不喜欢记者 认为他们都很肤浅 且废话连篇 而艾莱娜代表的广播电台 更是让路德维克感到无趣 就连艾莱娜说话的腔调 都让路德维克感到讨厌 同艾莱娜的交谈中 路德维克认为 这个能言善辩 到处钻营 又红韵高照的人 跟泽马内克那家伙简直如出一辙 路德维克原本想 找个借口结束这次谈话 但他发现在艾莱娜 职业腔调的外表下 具有女人的一面 为了掩盖他对艾莱娜 实施复仇的动机 他开始越来越轻挑 且轻松地同她说话 心中闪出一个念头 他或许可以将这个 打情骂俏的女人 引到床上 第二次 在咖啡馆见面时 路德维克发现 自己开始有了 左右艾莱娜的力量 他主动向艾莱娜提出 想到布拉格之外的城市 晚几天 让路德维克感到高兴的是 他的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 但当他顺利将艾莱娜带到好朋友 考辞卡家 并与其发生关系后 当艾莱娜表白 真的爱上他时 路德维克并没有感到 一丝丝复仇的快感 送走艾莱娜后 路德维克打开窗户 让空气吹进来 将一切气味和感觉都带走 不留一丝残雨 当他感觉一切痕迹消失后 无力地坐在窗边的小椅子上 等着考辞卡回来 期待他能带给自己一些 路西的消息 路西是路德维克 在俄斯特拉法扶兵役时 意外遇到的女子 路西曾给过路德维克爱情 但后来路西连一声再见都没说 就消失在了路德维克的世界里 在家乡理发店偶遇路西 似乎就是为了让路德维克的报复 变得毫无意义 使得他一切报复的理由 都化为乌有 十五年后 路德维克心心念念 想要报复的泽玛内克 居然已经放弃当年的立场 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 变成了反斯大林主义的英雄 成为了时代正义的化身 青年学生中最得人心的老师 光阴那荡平一切的洪流 正在淹没这场 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 争执的遗痕 而谁都知道 时间有充分的能力 把时代与时代之间的差别抹饰 更不用说 勾销两个可怜小人物之间的差异 有多容易 然而 当四月赠送一个人这份修战书时 这个人却依旧气急败坏地 想要全力抵制 路德维克认为 人 这一生物 总喜欢平衡 谁把沉甸甸的恶 夹在他身上 他就要用沉甸甸的恨 去报复 泽玛内克 其实早就和学生 波罗佐娃在一起 对于妻子 埃莱娜的个人生活 他完全持 任其自然的态度 泽玛内克带着他年轻漂亮的情人 波罗佐娃小姐 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 并跟路德维克握手告别 本想在家乡一雪前耻 结果 泽玛内克 这个他恨了十五年的人 从他身边经过时 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假装根本不认识他 这让路德维克感到屈辱和羞愧 只想一个人悄然躲到一边 将这段历史和这段倒霉的玩笑抹掉 人的记忆终将无法抹掉 但可以选择放下过去 曾给路德维克爱情的露西 为何一声不吭就消失了 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困在过去的路德维克是否能真放下过去呢 这次回到故乡摩拉维亚 路德维克真正的目的 是为了借约会埃莱纳 报复他的丈夫泽玛内克 而同时 他又意外遇到 在俄斯特拉法夫兵役的日子里 给过他爱情 却又不说一声再见 就消失了的女子露西 对现在的路德维克来说 路西已变成了凝固不动的往昔 对他来说 路西在慢慢消失 先是肉身的外形 物质而又具体 后来化为遥远的传奇 成了继续在羊皮纸上的神话 收藏在他生命底蕴的 一个小金属盒里 尽管路德维克清楚地知道 爱情总是喜欢给人 编织出一个美丽又浪漫的故事 而爱情一旦产生 就会像天方夜谭一般 路德维克第一次遇见路西 是在俄斯特拉法的 近郊镇上的电影院 那时候的路西 烫着涂里涂气的发饰 她把头发弄成 蓬蓬松松的一大堆 完全没有发型 她穿着一件绿色的小大衣 已经磨出里层的毛绒 破旧不堪 路西长相很普通 但是非常耐看 在她身上 路德维克感受到了 安详 单纯与谦和 这些品质 正是路德维克所缺乏的 路德维克尾随路西 一起进入电影院 两个小时的电影散场后 路德维克忽然知道 该怎么和路西搭话 两人一见如故 好像认识很久的老熟人一样 路西告诉路德维克 她在附近的工厂上班 住在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公寓 必须在十一点以前回去 她不喜欢跳舞 所以常看电影 路德维克也坦诚地告诉路西 她在矿下工作 非常辛苦 隔很久才能出来一次 但是她很乐意经常陪她看电影 路西说她已经习惯一个人去 承认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 路德维克对路西说 她的生活也非常不快乐 两个同病相连的人 就这样互相亲近地聊几天来 互相倾诉各自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一起散步回到路西住的公寓门口 他们在门口站着 继续聊了一会儿天 路德维克才离开 路德维克现在还记得 面对来来往往 不断推开公寓门的女人 发出很讨人厌的响亮的笑声时 路西的脸色依旧保持着绝对的宁静 没有一丝慌乱 离别时 路德维克和路西约好 他将借一张明信片给她 告诉她什么时候才能获种外出 什么时候可以再见面 说完路德维克就离开了 走了好几步之后 路德维克回头看见 路西手里拿着钥匙站在门口 一动不动地望着她 从这一天晚上开始 路德维克感到自己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身体又重新焕发了生气 就像是一个经过城里的房间 开始有人住了进来 路德维克开始将获得批准 离开军营的日子 看得格外重要 日子也变成了一架梯子 路德维克一天天地爬着 最后的目标 是为了去见路西 从此以后 路德维克再也没有对一个女人 怀有深深感激之情 路德维克感激露西 将她从爱情生活的凄凉空间里 拉了出来 在军营里服役的每一个人 都好像深陷泥潭 在路德维克内心深处 她一直为自己失落的命运 感到痛苦万分 她经常偷偷为此暗自流泪 而路西则像是施了魔法一样 让她泪水止息 只要能感觉到路西在身旁 路德维克感觉到 她的生活就是好的 因为在路西的生活里 什么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问题 提高警惕的阶段斗争 关于无产阶级的专政定义的争论 战略政策和战术政策 统统都不起作用 那时路西只有19岁 但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 这或许是因为 凡是有过艰辛生活的女人 都像这样显老 因为她们被人提前 从童年抛进了成年 路西说她出生在波西米亚 上学到14岁后 就出来做学徒 对于她的家人 如果不是路德维克逼问 路西是什么都不愿意说的 她对路德维克说 我家里的人不疼我 在家里的生活非常不幸 她的母亲是在嫁的 继父经常酗酒 对她很不好 有一次甚至怀疑她偷钱 父母还经常打她 于是路西找机会逃出家 来到俄斯特拉法 她在这里待了一年 认识了一些女伴 但她还是喜欢独来独往 女班们出去跳舞 或带男朋友回宿舍 而她宁愿一个人去看电影 在路德维克看来 路西是个老实稳重的姑娘 虽然路西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路德维克觉得 和路西非常聊得来 她经常给路西念诗 路西听得非常专注 在不能见面的日子里 路德维克给路西写了很多信 和明信片 但是路西一封回信都没有写过 受不到回信的路德维克 以为是她的信 吓到路西了 也可能是路西 不知道怎么给她回信 因为路西的错别字也很多 路西这些表现 在当时路德维克看来 是一种单纯的行为 她希望自己 能给路西留下深刻的印象 刚开始 路西对路德维克的信 不好意思道谢 因为不肯写回信 她用送花的方式 回应路德维克的那些信 因为卓瑜用言词来表达 所以路西将送花 看作是一种表达方式 从那天起 路德维克和路西见面 每次都会有一束花 二十二岁的路德维克 刚开始 对于收到女生送的花 感到有些别扭 后来也慢慢习惯 尽管并不能完全理解 路西送花 所要表达的内涵是什么 但这种坚持送花的行为 本身感动了她 这让路德维克 也有非常 想送她一件礼物的想法 一天外出的机会 路德维克带路西 到了一家成衣店 给路西买了三件连衣裙 看到路西从事一间出来的时候 路德维克被路西的美 惊呆了 青年男女间的恋爱 发展的关键时刻 并不总是因为什么戏剧性的世界 为前奏 常常不过是一些 看起来无所谓的事情造成的结果 从走进成衣店的那天开始 路德维克就知道 路西对她来说就意味着一切 既是孩子 爱怜和慰藉的源泉 又是她的寄托和避难所 除了还没有成为路德维克的妻子之外 路西几乎是她的一切 尽管他们的爱情从肉体的角度看 还不曾超越过接吻的界限 就在路德维克想要进一步发展 跟路西的关系时 却遭到了路西的抵抗 路德维克在想 或许路西还只是个孩子 或许她害怕所未经历过的事情 路西答应路德维克下次再见面 不会闹别扭 几天后 路德维克几乎冒着被处罚的风险 偷偷跑到营房外与路西见面 路德维克搂住路西 想要脱路西的衣服时 却又一次感觉到她在发抖 路西不断地抗拒 让路德维克变得气急败坏 忽然间路德维克的怒气升了上来 仿佛有一股力量 夺走了她所追求的东西 于是她一记耳光打在路西脸上 还大声地对路西说 永远都不想再见到她 一辈子都不要再见了 路西穿上她的大衣离开后 就像人间蒸发一样 回到军营冷静下来后的路德维克 给路西写信 半个月后退回 原因是此人已走 无新地址 得知这个消息后 路德维克做了件疯狂的事情 偷偷跑到路西的公寓 从女门房的口中得知 路西是在半个月前离开的 一个小箱子就是她的全部行李 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没有给任何人留下话 路德维克因为偷跑出军营 被抓住上了军事法庭 坐了十个月的牢 自从路西离开后 路德维克的生活 又回到万念俱灰的状态 十五年过去了 路德维克再也没有遇到过路西 直到她服役期满后 才听说路西大约在 波西米亚西部的一个地方 但是路德维克 也没想过再去找她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 路德维克害怕跟路西重逢 因为路德维克终于明白 即使再度重逢 路西也不再是 她在俄斯特拉法认识的 那个路西了 也无意再去前缘了 十五年后 在故乡理发店偶遇路西 路德维克内心竟非常平静 只是她问自己 我为什么会遇见她 这一巧遇意味着什么 岁月和经历 会让人从无知到成熟 但成熟并不意味成功 对路西为什么会出现在 摩拉维亚 以及路德维克又从好朋友 考兹卡里那里了解到 路西哪些事情呢 昆德拉在玩笑中 采用第一人称字数 来呈现主人公自己所认知的自己 再通过他人的部分 看到一个不同的他们 路西作为本书的重要人物 书中却没有她的字数 读者对她的认识 主要通过路德维克 和考兹卡的字数完成 考兹卡是路德维克 大学时期的助教 他是一个基督教徒 考兹卡心里 一直视路德维克 为他的对手 而这个对手 又是他可以倾诉想法 和心事的对象 他就像人们欣赏自己的对手一样 喜欢路德维克 他也有着跟路德维克相似的命运 就在路德维克被开除后的三个月 他也离开了大学 不同的是 离开学校是考兹卡主动提出的 原因是很多同学开始反对他 和他的信念 在他的课上 经常有一些反对他信仰的同学导员 攻击他 当然也有一些同学是支持他的 本来考兹卡有很多理由 可以留在助教的职位上 这个职位也比较轻松舒服 可以有很多自由时间来学习深造 继而晋升为大学教授 当时考兹卡已经结婚 有一个五岁的儿子 妻子一再对他施加压力 要求考兹卡去申辩 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 保住在戏里的助教职位 妻子担心着 儿子和家庭的未来 每天感到恍恍不安 考兹卡觉得妻子这种 无穷无尽的担忧 让他受不了 而他的对手 以为考兹卡可能要丑死了 实际上 考兹卡却是意想不到的平心静气 这是因为考兹卡得到一个启示 人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他可以随处安身 凡是基督走过的地方 人都可以在那里安身 这也意味着 云云众生随处都可安身 考兹卡认可了别人对他的批评 把他看作是天意的召唤 他主动向学院领导提出了辞职 要求去国营的农场 当个专业的工人 这让考兹卡那些 共产党员的同事和朋友 认为他在自我批判上 有着超乎寻常的好表现 最终领导安排他到 西波西米亚地区 一个国营农场去工作 这里有好领导 也有好风景 考兹卡打心底 喜欢这份新工作 觉得自己如获新生 考兹卡想出很多办法 开发山区的植物资源 储藏草料 市中药用植物和建立温室等 这让考兹卡得到了农场厂长的赞许 路德维克眼中的路西是这样的 因为路西是我从未见过的那种女人 我便感到有一股吸引力 要去发现她 路西是一个既单纯 又像谜一样的女人 说她像谜一样 是因为她如此单纯 使我不理解她 她是积极的单纯 令人钦佩的单纯 路西是我身上粗俗的 玩世不公的一种抗衡力 她是自身经历以外的一种经历 路西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她过去到底经历了什么呢 考兹卡认识路西 是在1951年的11月份 周围村户的人家 开始传说一个行踪不定的女人的故事 有一次 邻村的小朋友们 正在收割过的草地上 他们大声地讲着故事 这时 一个姑娘忽然从草垛里跑了出来 乱砰砰的头发上 沾满了甘草 村子里没有人见过她 慌不择路的她 在左冲右突地转了一阵之后 逃进了大林子 有个牧羊人讲了她的故事 说有一天 她在山上把吃食和奶罐 放在一个树桩上面 她走开去召开一会儿羊群后 回来再看她的面包和奶罐 都不见了 村里的孩子们将这些传闻都传了出去 此后 只要听说谁家丢了东西 村里人就认定 是那个不认识的陌生姑娘干的 虽然经常有丢东西的事情发生 但是流浪姑娘的事情 并没有引来孩子的恶作剧 反而从一开始 她就得到了人们的暗暗同情 孩子们经常用小土块 压住一些食物 放到流浪姑娘可能会出现的地方 同时她们留下一张纸条 流浪的姑娘 这是送给你的 这个好像童话的故事 持续没多久 农场厂长和地方委员会主席 到一个很远的山上去检查 看看有没有无人住的房屋 可以改为野外工人工作的宿舍 他们在一间甘草屋 逮住了露西 第二天 在地方委员会办公室 审讯了她 得知露西此前在俄兹特拉发工作 之后在那里待不下去 才逃了出来的 委员会再继续追问露西的时候 露西却只是沉默 至于露西 为什么会逃到西波西米亚 露西说是她的父母在海部 她之所以不肯回到父母那里去 是因为她的父母 除了打她就不知道别的了 地方委员会主席 宣布要将露西送回俄斯特拉发 因为她离开的时候 并没有向单位请假 露西坚持表示不肯回去 想要留下来 农场厂长这里 常为缺少人手为难 便向地方委员会主席 请求将露西留了下来 因为考斯卡缺人手 农场厂长同意将露西送过去 考斯卡第一次见到露西时 她穿着一绿色的大衣 手里提着一只小箱子 低着头 走在地方委员会主席的身边 两眼出神 主席郑重地警告她说 你过去做了点错事 但我们还是原谅你 也信任你 本来我们可以把你送回 俄斯特拉法 但现在就让你留在这儿 工人阶级哪儿都需要 老老实实的人 你可千万别让工人阶级失望 在考斯卡的记忆里 露西的光圈遮掩了当时 她所经历的一切 当露西从孩子们的 童话世界中蹦出 变成一个真正的人间姑娘 她和别的女工一样 成天忙忙碌碌 吃饭睡觉休息时 此时的露西在人们心中 不再是充满好奇心的对象 一个月后 农场收到俄斯特拉法 寄过来的露西的人事档案 档案上的评语说 她曾在海部 做过一段时间 理发店的学徒工 因为犯了错误 在教养所里待了一年 从教养所出来后 到了俄斯特拉法 在俄斯特拉法 露西是个优秀的工作者 平时行为规范 但是她在失踪前 唯一一件不光彩的事情是 她偷拿木底鲜花 被人当场抓住 这个情况介绍 写得十分简单 反而让露西的身世 显得更加扑朔迷离 考兹卡因为答应厂长 照管露西 对她产生了兴趣 露西平时只顾闷头干活 很少开口说话 她的性情温顺 但凡遇到同事之间的争执 她都会立刻退让三分 这让她很快 获得同伴的好评 露西的沉默寡言中 透出一股 使人无从形容的伤痛之情 让人感觉到 她心如死灰 考兹卡经常主动 找话跟露西聊天 告诉露西 宗教可以救助她 很简单 只要她把自己献给她就可以 连她的包袱也一起 献出自己 就会得到解脱 在考兹卡的引导下 露西向她说出了自己的过去 她之所以从俄兹特拉法逃走 是因为她心情苦闷 把花插在花瓶里 放在公寓的房间里 因为俄兹特拉法是个黑色的城市 走得再远也看不见大自然 只有在公墓才能看见鲜花 她喜欢去公墓 经常去那里 并从那里带回鲜花 有一次 她在一座新的坟前 看到目前一个瓶子里 插着一束玫瑰花 她在坟前跪拜的时候 被一对老夫妻看见 她从瓶子里拿走一束玫瑰 这对老夫妇当场抓住她偷花 还叫来了警察 之后露西承认了在墓里偷花的事情 离开俄兹特拉法的原因 是因为一个服兵役的小伙子 想要强暴她 在遇到这个当兵的之前 她被六个男孩轮奸过 那时候露西只有16岁 她成了海部全城的丑闻 从海部离开之后 她至死也不肯再回家 就这样流浪到了俄斯特拉法 因为在海部受到的伤害 让她对发生肉体关系产生了恐惧 就这样 露西从俄斯特拉法流浪到了 西波西米亚 关于露西的秘密 考兹卡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 露德维克得知露西 无法言说的过往伤痛之后 她是否能放下 因为露西不告而别的心结呢 考兹卡向露德维克倾诉 露西的秘密 是因为她把露德维克 视为朋友 而且露德维克 离她的生活圈子很远 跟露西也不会有什么瓜葛 故而考兹卡才放心地 让她知道露西的秘密 露德维克人生不幸 因为她放不下仇恨 生活在一个任何人都不被宽恕 不许任何赎罪的世界里 因而她也就等于生活在地狱 考兹卡认为 人们并不会自己去宽恕别人 因为人们无法把一个犯下的错误 凭空抹去 当作没有发生 显然 这已超越了人的力量 要让一个过失不再算数 并从岁月中一笔勾销 凡人是无法做到的 这只有上帝可以做到 像露德维克这样不相信上帝的人 是不会宽恕那些她记恨的人的 露德维克一直以来 对于那场一致举手反对她 同意毁掉她的大会耿耿于怀 露德维克从来不肯宽恕 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 她恨他们的每一个人 考兹卡虽然理解露德维克的心情 却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 是人人为敌 是可怕的 而且也是有罪的 这种仇恨已经变成 露德维克的不幸 这让考兹卡觉得 露德维克很可怜 可是考兹卡自己 因为无法面对露西的感情 内心同样承受着痛苦 她引导露西信仰上帝 她希望露西的心境 能够平静下来 脱离病态 之后考兹卡又离开了露西 她问自己 她究竟让露西得到了什么 露西结婚后 她的丈夫对她并不好 不但公开有外遇 还经常打她 虽然露西从来没有 将这些事情告诉过考兹卡 可是同在一个小城 这些事情又怎么能瞒得住呢 想到远在布拉格的妻儿 面对露西的爱情 考兹卡感到害怕 而又不知所措 不知道这样的爱情 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考兹卡并不爱她的妻子 妻子比她大六岁 生意和相貌 都让考兹卡感到不能忍受 尽管已经不能一起生活下去 但是考兹卡还是无法提出离婚的要求 因为妻子是个好人 也没有做过对不起她的事情 她觉得不能用离婚来伤害她 路德维克从考兹卡那里得知露西不为人知的秘密之后 有一种从轻飙的虚空中受到了重压的感觉 曾经她精心策划的复仇计划 以化为虚无 紧接着她对露西的怀念变成难以名状的刺心嘲讽 这些年来 她所思念的竟是另一个女人 说到底 她从来没有了解过露西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直以来 路德维克将露西视为一朵镜中花 一个传奇故事 一则神话 当她得知露西的过往后 发现一个毫无失忆的真相 她原来从来不认识露西 根本不知道她的身世 内心世界如何 需要些什么 路德维克回想起 出于露西时的近况 当时的路德维克没有人生自由 渴望爱和温情 对她而言 路西和自己的境遇相同 她本身的一切 已超越了路德维克当时的生活处境 对她的内心世界 她是无从察觉的 如果路西对于路德维克来说 仅仅只是当年的境遇所致的结果 那么依此推理 一旦境遇发生变化 当年的那个属于路德维克的露西 也就不存在了 因为她已经成为一个和路德维克 毫不相干的人 一个超越路德维克生活圈子的人 这就能解释 15年之后 他们再次相遇时 路德维克已经认不出露西了 她对她而言 早已成为另外一个女人 这次回到故乡 路德维克与的儿时的好朋友 亚洛斯拉夫 亚洛斯拉夫是民间音乐的爱好者 传承人 她非常热衷于摩拉维亚的民间文化 亚洛斯拉夫之所以会跟路德维克成为好朋友 大概是因为他们都是单亲家庭 亚洛斯拉夫的母亲死于难产 路德维克的父亲是个石匠 在路德维克13岁时 父亲被德国人带走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路德维克是家中长子 弟弟死后 他就成了独子 父亲被抓走后 他和母亲相依为命 生活过得很艰难 在路德维克没有钱 要辍学的危机关头 出现了一个救星 即是他父亲的妹妹 库德奇太太 在大战前 库德奇太太嫁给了当地一个有钱的企业家 之后就跟路德维克家没有什么来往 路德维克的父亲被抓走后 库德奇太太忽然主动向路德维克的母亲 提出要照顾路德维克 而真正的原因是 库德奇太太只生了一个女儿 且这个女儿还有点弱智 因此他想收养天分极高的侄子 路德维克 库德奇太太虽然资助路德维克上学和生活 但是对路德维克的母亲 却非常瞧不起 她一直责怪哥哥没有娶个好老婆 就算知道哥哥被关进德国人的集中营 对嫂子也没有好的脸色 现在他觉得路德维克身上有他的血统 想认路德维克做儿子 因此他更觉得嫂子的存在非常碍眼 他从来不邀请路德维克的母亲到家里做客 路德维克对姑姑库德奇太太的做法经常气得牙痒痒 几次差点因为母亲的事情跟库德奇太太吵架 最后被母亲苦苦地哀求劝阻下来 因为姑姑库德奇对母亲的态度不好 所以路德维克非常喜欢到亚洛斯拉夫家里玩 亚洛斯拉夫觉得父亲对路德维克的喜欢超过自己 路德维克非常喜欢到亚洛斯夫家读书 路德维克爱看书的习惯让亚洛斯拉夫的父亲感到很高兴 中学时期的路德维克和亚洛斯拉夫好的像一对双胞胎兄弟 亚洛斯拉夫喜欢音乐 中学时组建爵士乐队 路德维克也非要跟着一起参加 之后他们又组织了阳琴乐队 1947年中学毕业后 路德维克到布拉格上大学 亚洛斯拉夫到布尔诺上大学 之后他们整整一年未见 亚洛斯拉夫在大三那年因为父亲的身体不好 就自作主张休学回到故乡 为了不让父亲将他赶回学校 亚洛斯拉夫骗父亲说他是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被开除了 他在家乡的歌舞团里做第一提琴手 还找到了在市音乐学校做提琴老师的工作 亚洛斯拉夫辍学回到家乡 还有另一原因 他想跟富拉斯塔在一起 富拉斯塔在歌舞团跳舞 在布尔诺上学时候 亚洛斯拉夫就认识富拉斯塔 回来后在一起工作 几乎天天可以见面 爱情之花顺利地在亚洛斯拉夫和富拉斯塔之间绽放 很快他们决定结婚 亚洛斯拉夫还邀请路德维克回来当他的证婚人 路德维克答应做证婚人 也来参加了亚洛斯拉夫的婚礼 但是那一天路德维克的表现非常快 一直板着脸 跳舞的时候小伙伴建议他吹黑管 也被他回绝 路德维克看起来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 好像人人都对不起他一样 这让亚洛斯拉夫的妻子 富拉斯塔感到很不高兴 当天晚上 路德维克亲自登门 给亚洛斯拉夫和富拉斯塔道歉 路德维克说 他昨天是因为难过 并说出他在学校发生的一切 被开除党籍和学籍 他的前途一片灰暗 路德维克之后申请到 俄斯特拉发的军营服役 离开故乡 亚洛斯拉夫则带着歌舞团去了国外 多年后再次见到路德维克时 亚洛斯拉夫感到意外 服役 坐牢结束后 回到布拉格的路德维克 回到学校设法完成学业 还找到一份在研究所的工作 在路德维克身上透着一种保兴风霜质感 有一种坚毅的样子 此时 亚洛斯拉夫却已身患重病 这让亚洛斯拉夫迫不及待想要恢复往日友谊 他把路德维克拉到自己的乐队去排列 路德维克这次回到故乡之行的本意 是为了打击报复泽马内克 最后却是将患病的好友抱在怀里 故事的结尾 在人行路道上有一辆急救车 车上所有的灯光大辆 停在那里等候 昆德拉说 小说的意义在于 时刻提醒人们 在理性之外 还有真实的生活 每一种生活体验 都有独特的价值 急救车上的光亮 也是希望的光亮 心中有光 生活才会有希望 我们知晓了一个因玩笑引发的故事 主人公路德维克同女大学生 马开塔开了一个玩笑 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 而明信片上的一句玩笑 成了她往后人生的灾难 从此 让路德维克生活在耻辱和痛苦中 当她遇到路西 以为这是她生活中的唯一安慰 可最后 他们之间的这段爱情 也还是成了一场笑话 十五年后 回到故乡的路德维克 想报复泽马内克 于是勾引了她的妻子 埃莱娜 谁知 泽马内克早已出轨 巴不得早点甩掉西子 这场报复 最终成了笑话 认清路德维克真实面目后的 埃莱娜 想要自杀 结果 喝下的原来是倾泻药 自杀 也成了一场笑话 在小说英文版序言中 昆德拉说 受到乌多邦声音的诱惑 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 但当大门在身后 怦然关上之时 他们却发现 自己是在地狱里 这样的时刻 使我感到 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昆德拉本人极力强调 玩笑只是一部爱情小说 并不是政治小说 而在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 社会底层的各色小人物 都无法避免政治带来的伤害 玩笑自1967年出版面试以来 所经历的遭遇 也像一个玩笑 小说在出版当年 就称为畅销书 印刷量达几十万册 1968年8月 苏联军占领杰克斯洛伐克后 玩笑被列为禁书 西方国家将玩笑 视为一部政治小说 玩笑甚至被人称为是对 斯大林主义有利的控诉 昆德拉非常反感 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说法 他本人坚称 玩笑只是一个爱情故事 这个故事向我们表明 人们处于荒唐的秩序之中 没有因果 没有逻辑 犹如身处一张 无形的裸网中 无法逃遁 而不自知 人与人之间在认知上 也存在隔阂 玩笑中 路德维克对路西的爱情 路德维克对泽马内克的复仇 阿莱纳的自杀 都成了笑话 一句简单的玩笑 引发出人生不同阶段的灾难 或许 生活本身就是一个个玩笑 我们永远都无法预知 生活中的各种可能 和出人意料的变化 将会跟世间人开着怎样的玩笑 宽德拉说 玩笑的故事情节 本身就是一个玩笑 不仅仅是她的故事情节 甚至还有她所表达的哲理 也是一个玩笑 一个陷入了玩笑的圈套 而遭到的飞来横祸 然而 她个人的灾难 在外界看起来 是荒谬可笑的 主人公路德维克 最大的悲剧 就是她被剥夺了 悲剧的权利 在荒谬的世界里 没有悲剧 只有喜剧 悲剧的那一盒是喜剧 指向光明 而在文中的时代 大背景里 喜剧代表 没有未来 未来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 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中 每个人都被剥夺了 自主的权利 同时他们也丧失了 独立思考的能力 人与人之间 没有信任 没有心与心之间的交流 中间隔着所谓的 一切权利归人民的最高原则 每个人都在组织里 扮演着规定的角色 路德维克的一个小小的玩笑 就被先进分子 搞成了专政的对象 这也说明了 角色扮演的脆弱性 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路德维克 而那些举手表决 宣判路德维克的人 以为自己是身在天堂 其实 他们和路德维克一样 都生活在地狱之中 实际上 以泽马内克为代表的那些举手表决 开除路德维克党籍和学籍的人 他们也是可怜人 他们只是被官僚主义 掌控的工具人而已 路德维克在心里想 在那种情况下 如果提出将他绞死 而不是开除 大家也许 还是都会举手的 所以 不得不承认 跟那些随时随地准备将你送去发配 或者是送到死神那里的家伙 一起生活 是很难的 把他们引为知己好友 甚至爱他们 是更难的 路德维克也反问过自己 如果是他处在举手表决的位置上 会怎么样呢 他想 自己也不会特立独行 事实上 他不会比别人强 在这样一个人人无法逃脱的社会大背景下 没有人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历经磨难的路德维克 开始对波折的命运 进行不断反思 路德维克一度被发配到军营 每天在框下干活 过着暗无天日 没有未来的生活 而路西像一道光 照亮了他的生活 但同时 路西又只是一个 被传统思想束缚 无法挣脱和对抗男性的女性 路西对历史一无所知 他想要的只是简单 平静 且无忧无虑的生活 他的命运 同路德维克一样 充满波折 过去的经历 对他来说 是一种无以言说的痛 他不是真正的天使 只是那个特殊时候 路德维克想象的天使 路德维克反思 他对路西的感情 他觉得 说到底 我在这个女人身上 所爱的 并不是她为自己的那一部分 而是她对我的那一部分 她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爱她 因为她是我们 共同史中的一员 如果哈姆雷特 没有了她的 阿尔西诺重宝 没有了奥菲利亚 没有了她行动所处的 种种具体环境 这个角色离开了作品 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昆德拉坚称 《玩笑》是一部爱情小说 路西这个角色的创作灵感 就来源于一个人 从墓地偷花 将花作为礼物 送给情人而被捕的故事 但是昆德拉并没有 将路德维克和路西的爱情 写成美好且忠贞的爱情故事 而是通过路西与路德维克 完成了一首 灵魂与肉体分裂的 《伤感二重奏》 在玩笑中 人与人之间 根本不可能完全认清对方 男女之间的爱情 也是错位的 在被蹂躏的世界里 爱情是被毁灭的 以悲壮的方式毁灭 以可笑的方式消散 路德维克 考茨卡和埃莱娜等人 在经历不同的遭遇后 逐渐从无知走向成熟 成熟并非意味着 可以控制一切 或许恰恰相反 他们只能用清醒的目光 审视自己的堕落 自己的无可奈何 以及自己对于自己的慰藉 玩笑作为昆德拉的成名作 奠定了她的小说创作基调 以轻浮的形式 表达严肃的内容 米兰·昆德拉说 我对那些将一部作品 简化为她的思想的人 深感厌恶 我最怕被引入 所谓思想辩论中 我对这个被铺天盖地的 思想掩盖 而对作品本身 漠然的时代 感到绝望 昆德拉的小说 为我们揭示出 人存在多重性 复杂性 从而引发 人们对生活的反思 给我们展示了一种 可能的救赎之路 我想这也是 昆德拉的小说 之所以能引起 人们热议和学者们 研究的重要原因吧 欧洲小说时 在昆德拉看来 是一条不断有所发现的旅途 塞万提斯 发现世界的模糊性 和相对性 巴尔扎克 发现了戏剧舞台般的世界 卡夫卡 发现了迷宫般的官僚世界 昆德拉发现了世界的毁灭 这个毁灭不是物质的 而是看似世界表面完整 实则 一切早已改变 光线亮丽的外表下 只有空白 幻影 和虚无 人的归宿说到底 并不在被蹂躏的世界之中 而是在自我的幻想中 玩笑带给读者虚无与玩笑 不确定结局的故事 在小说特定故事背景下 人们没有悲剧 或是喜剧的权利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 听读感悟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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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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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